在7月25號的時候我們發布了一支 一次搞懂兩兆元的離安風電在吵什麼的影片 影片一出呢迅速的就突破了我們的觀看紀錄 就是大家真的對於離安風電充滿了各種疑問 我們又再次邀請到辦公室的再生能人女神 A-Lin 登場 嗨 大家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趕快進入正題吧 整理了很多人的留言之後呢 我們發現觀眾啊 觀眾朋友就是你 大家都對於離安風電的風速有許多的疑問 那其中呢特別多人就是點到了 夏天怎麼會沒有風呢 關於這部分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上一集究竟說了什麼 但是夏天也不會到真的像網上講的 完全沒有風這樣子的狀態 Formosa 1的示範風場 它的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其實這個離安風場它有10個月的時間 其實都維持在約200萬度以上的發電量 其實是相當穩定的 有兩個月它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 就是哪兩個月就是7月跟8月 就是我們在夏天最熱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會問說 那我們這兩個月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不發電嗎 當然在上面不會解決 就像上一集我們提到的 台灣還有一個非常好的資源 加密太陽能 所以在7、8月的時候呢 其實是太陽能發電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雖然在離安風力這邊呢 它在這兩個月相對來講比較差 但是我們剛好太陽能增加了 所以我們看完剛剛上次的回顧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台灣的夏天沒有風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覺得大家都會有的疑問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提出來 幫大家解惑這個疑問 那結果呢 我們發現的是台灣的夏天它是比較弱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沒有風 會讓風力發電完全不能發電呢 當然也沒有 我們也可以從上一次 福爾摩沙的那個數據圖可以發現 我們雖然在最弱的夏天的兩個月 它的發電能力是比較差的 但是平均起來都還是有一定水準以上 所以我們主要是在破解這個 夏天沒有風 沒有辦法發電的這個迷思 我們不是說夏天沒有風 大家不要誤會囉 好那上一次我們引述的是 4CO Assure這樣子的單位 所提出來的數據 那可能在台灣 因為大家看新聞 或看經濟部 大家都提這個數據 覺得說 這樣是不是有一點偏頗 這一次呢 我們也提出了 世界銀行跟丹麥技術大學 所合作的一個全球風力資源圖 然後來看看台灣的風場 到底是不是在全球裡面是 難得而且很良好的一個風力資源呢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風力密度資源比較好的地方 其實都是在高緯度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非常的北邊 或者是非常南邊 這些紅色的部分 那如果是在中低緯度 要在風力資源比較好 實際上是相當的少 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像地圖中間 非洲東部索馬利亞半島 這邊有一個比較好的資源 很多海盜的地方 對 然後還有就是像是在 南美洲的北邊 就是大概接近中美洲這邊 有一小區 委內瑞拉的北部 然後剩下的其實就是台灣海峽 真的耶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海峽 尤其在台灣海峽的北邊 然後還有就是在台灣的東南邊這邊 它的風力密度的資源 都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上一次我們提到台灣的風力的資源 在全球是數一數二 尤其是在中低緯度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張圖也有 再給我們一次的證據 所以希望這一次我們拿出來的 這個圖的解釋也可以讓 比較多的民眾解除這個疑問 很多民眾也針對 離岸風電所產生的電力提出了問題 其中他們比較關注的是 瞬間電力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當風速比較快的時候 瞬間多了很多電 或者是風速比較少說 瞬間少了一些電 這跟我們的用電需求 要怎麼樣來做互相搭配呢 我打個比方好了 它就好像是 比如說大家有沒有看過大胃王比賽 就是比如說一個廚房 然後就是一直送餐出來 然後大胃王它就吃… 吃完了以後 然後舉手下一盤這樣 我們的用電端 就好像是那個大胃王 它就是用一個固定的速度 然後在吃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的發電端 其實就好像在做這些食物的廚房 然後它就會送東西出來 那我們廚房送東西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做頻率 就是它送出來的… 它可以做多快 對 它送出來的速度很快 那這個餐點就會累積在那邊 它送出來的速度如果比較慢 那這樣子那個大胃王可能就會吃一吃 就沒東西吃了 然後就斷掉了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 就是缺電斷電的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個裡面 我們要關注的是兩個點 第一個是速度 也就是所謂的頻率 然後第二個是量足不足夠 如果說電能本身就不足夠 讓它吃 讓這個大胃王吃掉的話 那當然就會斷掉 那如果速度不夠快 或速度太快 其實也都會讓 比如說那個食材累積在那邊 或者是大胃王 突然就沒有東西吃了 在電網裡面也是一樣的問題 我們要去關注頻率還有電能 當我們在發電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是交流電 所以我們那個電 它其實在每秒鐘裡面 它會用很快的速度 一直改變它的電流方向 對 因為它會這樣子震盪震盪 在台灣呢 標準大概是 每秒鐘會改變60次 我們叫做60赫茲的頻率 那如果今天我們在那個瞬間 發電量不足的時候 它會拉低整個電網的頻率 那拉低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這個電網就會出問題 對 所以它剛剛所提出來的疑問 某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這個 頻率過快的時候 就是它產生電的速度太快 導致它的功率變高 它會讓電網裡面的頻率拉高 不夠快的時候 它會讓頻率拉低 那在這個瞬間 它可能會對這個電網造成傷害 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瞬間 對 瞬間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既然有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 那當然是有在做這樣子的解決 因為畢竟台灣並不是第一個 去做風力發電的地方 然後在台電來講 它也是會關注這個問題 現在電力的發電方 他們也是有在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解決之道 第一個是從風力發電自己本身 他們要做一些設備 然後來就是讓它累積到一定程度 它才可以把這個電發出來 像是什麼樣子的設備 比如說像是一些電容 電容它可能就是讓電累積到一定程度 然後才會發出來 所以這樣子它可以讓它發出來的電的品質 是比較好的 而不會是有那種品質不夠就送出來 那在那個電網端的話 他們其實也做了很多的就是處置 比如說像台電的電力調度數 它可能就做了蠻多 比如說像是虛工補償 LVRT 然後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較專門的名詞 然後再講這個電力調度的東西 它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這樣子 電的頻率的不穩定 不會去衝擊到電網 但是如果說當再生能源的佔比變得太高的時候 那這種處置就變成是必要的 對 所以現在呢 比如說當我們的再生能源佔比還在5%以下的時候 其實還不需要做太多的動作 但是當我們的再生能源佔比達到15%或20%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些強烈的設施去介入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台電的這樣子的設置 或者是一些儲能的系統 讓它能夠用一些比較平滑的方式進入到電網裡面 這個就會變成是必要的 這也是為什麼台電的電力調度處一直在做這樣子的努力 那由於電力調度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還有專門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它的知識性也是非常的專門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能只是做一個粗略的介紹 那至於實際上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 或者是做到什麼程度 它才可以完全彌補到這些 那當然還是有賴我們台電的工作人員 能夠在這個方面去進行更多的研究 然後去進行更多的技術的進展 我覺得關於電力調度這件事情 確實很多民眾對於什麼電網啊 然後電發出去之後 其實電發出去之前 原來還要經過這些程序 大家其實都不太理解 大家以為說阿福利發電力不去那邊轉轉轉 然後電就送到我家了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覺得電力調度這件事情 我們之後也可以拍一集來好好跟大家介紹 對如果有機會的話我覺得可以邀請台電的電力調度處的 就是同仁跟我們來一起談一談大家所不熟悉的電力調度到底是什麼 在這邊我們也想誠摯邀請 如果在收看的你是在台電工作 或者是你知道身邊有誰 擁有這些專業的電力調度相關的知識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之後也想要拍一集跟大家好好介紹 究竟電力調度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剛才還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用這個大衛網的比喻啊 來說 用電端跟發電端的這樣子的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那個 那大衛網這個用電的人 他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些什麼樣子的管理啊 不然他就一直吃吃吃吃 永無止盡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在發電端 然後或者是書電端可以做的事情 那其實呢 在過去 當然我們比較不會去對用電端做一些事情 但是在這個時代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輔助電力服務 他是針對用電端的 比如說有一個比較有名的叫做 虛量反應這樣子的制度 這個制度呢 就是說台電可能會跟某一些 比較能夠控制自己用電時間的企業去簽約 那他簽約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有時候呢 我覺得我的電可能比較不夠 那我希望你可以吃慢一點 或者你現在先不要吃 那這樣子我會給你比較多的錢 讓你現在不要吃 就用電價 對 我可能就會用一個比較 就是甚至給你錢 拜託你現在先不要用電 那對於這些用電企業來講 那他們通常可能是 比較不會是像電子電量 他需要一直 一直不能斷電 他可能是比如說像是房式業 或者是在某一些就是用電量 比較能夠去控制 在這個時候 我有這個需求了 我可以先停下來 大家先停下來 然後我過兩小時 我再把它打開來 像這樣子的企業 他就可以去加入這個虛量反應 反正就是像是大衛王去餐廳 然後那餐廳的時候 他們可能人手不足 還沒有辦法這麼多的人 來做握壽司 那他就跟大王說 先給你兩百塊錢 去旁邊吃個滋味 然後再來到我 對 就比較像是這樣子的概念 阿琳你剛才提到說 這個虛量反應 是說台電還要付一筆錢 給這些企業去補足他們 讓他們不用電 對對對 讓他們不要用太多的電 這個部分為什麼台電要給錢 那當然就是對於企業來講的話 首先他可能本來他可以工作 他可以去生產 然後可以賺錢 那現在基於台電的要求 他不賺這些錢 那他當然理所當然 需要有一些誘因 這個誘因 就是台電所給的一些補償的金額 那對於一般民眾 可能就覺得 蛤那這樣子我還要給這些企業錢 這是不是在土地企業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台電如果要補足他的需求 這個台電可能需要去新蓋一些機組 但這些機組 就可能就只有用這幾個小時而已 對於台電來講 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他在這些機組所花的電費 就是可能所花的美度電的成本 會遠比他給這些企業的錢來的高 所以今天他用這樣子的方式來 就是來讓這時候的用電能夠匹配 他就可以不用去新蓋這些機組 就不用多花這些成本 那他把這裡面一部分的錢 拿來給到這些企業 然後讓他來做這樣子的協助 其實對於不管是企業 或者是對於台電 或者是對於人民 其實都是三方都有利益的 就是離岸風電 畢竟我們上一集就是在探討說 離岸風電它是花了兩兆元的這件事情 大家對於成本都有很多疑問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提到說 需要增設火力裝置 要多少成本 電網增設 還有族能系統等等 就是為了因應離岸風電 可能會是多出來的一些成本 你這邊怎麼看呢 好 那其實這個成本說實話 並不是因應離岸風電 對應該是講說 在再生能源進來的時候 本來他可能就會因為調度的關係 他會增加一些成本 像我們剛剛講 在電力調度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裝置 他會需要去新增 那也會要因應 因為他有一些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發電 但是我們那時候又需要用電 所以他會有一些額外的成本去增生 尤其是比如說像是儲能裝置 這樣子的成本 那現在呢 當儲能裝置還沒有的時候 這中間可能他們是用天然氣 或者是一些蓄水 就是儲蓄的發電 然後去彌補這個空缺 那我想這位網友的問題 應該是講說 那這些火力設置 這些火力發電 這些天然氣發電 是不是因為天然氣增設的 那你有把這部分的成本分解決 是不是因為離岸風電 對 是不是因為我蓋了這麼多離岸風電 是不是因為我蓋了這麼多的太陽能 所以我才需要去蓋這些火力發電 那答案當然是不是 對 當然不是因為這些代生能源 我才需要去蓋這些火力發電 應該是講說台灣的用電 本來它就這麼多 它就是需要這些火力發電 你沒有這些代生能源的時候 你就是要這麼多的火力發電 但是這些火力發電 它運作的時間就會更長 但是當你使用了這些代生能源的時候 你所使用的火力發電的運作時間就會下降 比如說今天我在晚上的時候 本來沒有離岸風電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我要持續的去燒煤 我可能要持續的去用一些火力發電 然後來維持這個晚上的電力的需求 但是當我現在有離岸風電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少燒一些煤 少用一些火力發電 讓離岸風電去做 那離岸風電這時候 雖然它有可能會沒有發電 有可能會發電比較多 有可能發電比較少 那我在那個空缺的地方 我在使用原本就要用的火力發電去補上 這個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這個網友的觀念可能就是比較 剛好相反一點 就實質上面的狀況是 再生能源是拿來削減這些火力發電所發的電 並不是為了再生能源才去建設這些火力發電 我們在上一集也有提到說 離岸風電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在冬季的時候風速特別強 那冬季台灣這邊又常常會有空污的問題 講到空污啊 中部的朋友 你知道我們很多離岸風廠都在中部嗎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來知道更多 北部的朋友也要訂閱喔 西部的朋友也要訂閱 東部的朋友也要訂閱喔 米島的朋友也要訂閱 全世界的朋友都要訂閱 趕快一起訂閱起來 有民眾提到氣候變遷也會對離岸風電 還有其他再生能源都會造成一些衝擊 那這邊他說如果未來氣候更進一步極端化 我覺得他很有勝手 更惡劣導致綠能的發展會達預期 有錢都沒電買的狀況會是如何呢 的確在未來因為氣候變遷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未來高溫的天數會變得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可能暴雨的天數也會變多 甚至我們的風可能會變得更強更極端 那在這些狀況底下 我們這些不管是風力或者是太陽能 這些仰賴這些氣候狀況 所發的這些發電設施 可能他都不會像我們預期一樣的去運作 但是實際上這樣子的問題 並不是只發生在再生能源上面 包含了核能 包含了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全部都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平常我們其實仰賴很多水力的發電 作為再生能源的一個來源 那今年也是有一點告急 那比如說像核能的話 或者是火力發電的話 他們其實是需要去 有冷卻水去排水 當水溫過高或溫度過高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去做這個排水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發電 今年好像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的溫度 像今年台北好像高溫天數創新高 台北測到的歷史新高39.7度 然後海水的溫度也是在增加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極端氣候的環境 它不是只對再生能源會產生衝擊 是對所有的發電設施都會產生衝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用更多的再生能源 因為我們是為了要去緩解這樣子的氣候變遷 可能會帶來的這樣子的極端氣候 那當然這個也是要從我們自己 用電方本身去做集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不能夠還是只顧著我們自己的欲望 然後去發展 就是以經濟本位去思考 我們為了要經濟成長 然後去考量 所以我們應該要發展一些什麼方式 或者是讓一些 比如說讓更多的企業去講說 我要發展經濟 我就可以用更多的電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政策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方向 我們應該更多的去考慮 你在發展你的經濟的同時 你的環境有沒有相應的帶來足夠的保護 你才可以去發展 對 也就是說前提應該是環境你要先顧慮 再去顧慮經濟 而不是說我為了經濟環境先放一邊 不過我們如果回到這位網友他提到的問題 所以其實就是像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 不只是對再生能源 其實對於所有發電的方式 它都會有造成一定的風險 一定的威脅 那這邊其實很重要就是要做好風險評估對不對 對 其實在所有的企業 比如說像是 不管是發電企業或是一般的企業 現在因應氣候變遷 其實都需要去對他們的資產 對他們的業務 去做足夠的相應的風險披露 比如說像是在氣候變遷之下 然後他們的設備所可能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對阿 而且如果一家公司想要長期經營 20年30年50年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氣候變遷的趨勢 都是蠻長的時間 一家公司想要永續經營的話 他就是必要來看重氣候變遷 對 然後他也必須要使用這些 相對來講比較永續的再生能源 有網友也針對我們上一集在試算 到底離岸風電產業 為什麼這兩兆元算是公開之後 就有人提出 憑什麼乘以一個固定發電值 因為風電不是大自然風場嗎 為什麼是這樣子 他可能的想法就是 大自然風場應該有高有低 為什麼是直接用一個數字去稱 那在那個前提是 我們的前面講離岸風電兩兆元 也是用20年去算 那如果這個有疑問的話 20年這件事情也是有疑問 對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用這樣子的算法去算 因為它的尺度是20年 所以我們當然是用一個比較長的尺度去算 所以我們那個固定值 是台灣 在那個地區 可能一年平均的 風力滿發的時數 用這個東西去算 那這個方法呢 是全世界通用 而且它在 就是歷史的狀況底下 它算出來的也是接近的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要算一個長期的成本 跟長期的收益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東西去算的 有民眾針對我們上一集 在計算兩兆元 到底怎麼來呢 其中有一部分呢 它是要用來國產化 就是為了產業發展 而去花費的錢 那它就說到啊 這部分我們應該要提出證明 來佐證有多少的成本是花在產業上 比如說有提供多少的金額 在實質訂單上面 然後它希望我們可以提出這方面的證據 如果你想要這方面的數據 可以自己去找廠商去問 問看他們如果不國產的話 要願意花多少錢投標 這部分請述綠色和平 沒有能力去幫你問這個問題 謝謝 有民眾說 2025年再生的原價比 要達到20% 這件事情是有難度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未來我們用電會成長多少 像是現在有台商回寮啊 然後有台積電 也是個用電大戶 然後還有電動汽機車的發展 還有學校也要裝冷氣 這些都會增加很多的用電需求 那我們再生能源20% 這個佔比到底該怎麼辦呢 所以地球是有限的 請大家介紹 尤其是企業 就這樣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彙整的一些重點問題 然後 因為大家問題真的很多 可是我們時間有限 就跟地球資源有限是一樣的 不過呢 我們也很高興在上一集的影片中呢 我們除了看到很多比較爭議的問題 大家想要更深度的了解 離岸封田這個議題之外呢 因為我們也得到很多正面的回應 然後我們在這邊想跟大家說一聲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還有謝謝大家這麼關心這個議題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會繼續 去做這個綠能能不能 這一系列的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 有很多人都關心再生能源的發展 就算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也都可以一起來我們這邊來討論 然後我們也會做更多的優質的內容來回應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阿琳再生能源大解密 又再一次讓我們得到很多新的知識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並且分享給更多人看到 那Greenvoi的傳保知識家為你解答氣候變態 還有環境保護各種資格的問題 還有新聞及時分享 我們下週六見囉 掰掰